香港地小人多 养老院的资源非常缺乏 香港人要找一间优质的养老院 谈何容易 时至今日,大家就有多个选择 就是大湾区养老 但香港人又有多少个 真正了解过大湾区的养老院 今次V家举办了 首个在湾区养老院的分享会 还请了一间央企养老院的院长 亲自来到香港V家 和大家分享 还有我亲自分享住过湾区养老院的感受 有问必答 马上打电话要有 好,这集是多拍的 《牧面人家》 大家香港人知不知道什么叫牧面人家 为什么叫牧面人家 因为这个康养园在广州 广州的屎花是什么 广州的屎花就是 牧面人家 好有趣 院长说这个园很有趣 原本这里就有三棵木棉树 大家看到它开得很灿烂 很特别 他说他都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木棉树 它三棵是不同时间开的 这个已经开得很灿烂 这棵就是第二棵 一棵到一棵 下一棵开 刚刚开始爆出来 有点开了 下一棵到这棵 一共三棵 第三棵就是这棵 这棵现在还没开花 很有趣 这棵三棵树是轮廓开的 这是一个小故事 其实今集有一个特别的 因为我收到消息 他们待会三点半钟 就有一百多位香港人 就特意过来康养员考察的 OK 那是什么呢 他就是这个太平保险的所有的 他们本身的领导员工 他们也会过来看看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他们日后在这些养老 休养的地方 OK 但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一年拍两次片 觉得都要介绍给大家的 这个我是要介绍给大家的 其实这种的活力而养员不是新东西 这个叫不同人家 总投资四十余亿 占地二十二八百十四公 可容三千五百名长者 现在我听说已经去到两千 是在上海的 这个是三亚的 十三万平方米 海塘人家 这个是三亚都已经开了 这个在成都 这个就是天府之国 一百五十六某 二十一亿打造的 这个就是现在广州这个 是整个八个亿 整个避连楼全部 八个亿买回来的 他说八个亿买回来 每一年他的利息都好像要四千万 你说他现在做个养老而养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四千万回来 所以其实都是因为他后台 是一个保险的大生意 所以他资争去做这些 作为一些他们客户的配套服务 这个就是北京的 北京这个就是17万平方米 叫做欲难人家 全部都是什么人家 一个欲难人家 全部都开了 全中国有五个 他们说这个方向不变的 他一直会越开越多 开下去的 当然了这件事是央企 央企是国家支持走这条路的 刚才说的全部的地和物业 全部都是自己的 但是这些其实全中国 他们有合作的养老合作社区 有71个 拥有17个社区 享乐加享乐有 覆盖了五十多 这些都不多说了 这些就是全中国的 安徽、重庆、福建 全部的养老机构、养老设施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有他们带头去掌养老设施 绝盘活海、搞合作、搞投资 搞功能、搞开发 黄色那些、啡色那些 就是自治地方、自治民业 已经是三辆旅游巴 大概百多人 全部是香港人来的 在香港上来的 那里面都是他们 一些太平的客户 和他们的公司的员工 大家都看到他们都是 上来考察这个 这个是 前一集我们拍这个 眼科就已经关掉了 是啊 前两天去了 眼科很紧要啊 这间眼科很大一间 上市公司来的哦 我不知道是内地上还是香港上市呢 都趁机会进来拍卖 那这个都是属于 是啊 这个是康阳员的配套来的 这是一个活力型的康阳村庆 有点像我们现在居家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入住进来的长辈 年龄就稍微偏大 年龄更大 根据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组织很多很多种娱乐活动 很多很多种娱乐活动 比如说什么呢 有大海的 有起拍室 这些你们都可以看到 你入住都可以看到 广州潘雨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 中国太平牧民人家 广州潘雨 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在这里灭害 游阿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如今住在牧民人家 一个公众货物装社区 17号有工人 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 当时应该是二十几岁吧 1959年间的 五年前 她在香港的一间大学退休 碰上了香港老木拆签 于是她开始考虑未来的养老问题 香港养老院 因为我是探望一些长辈 就是一个床位 一个床位 所谓的房间也是板件的 就是上面是通的那种 就是小小的 在香港能够负担得起的养老院 都不能够令她满意 于是她把目光 放在姐姐所定居的广州 最重要的是 我跟她的养事很容易 坐地铁都传到广州那 再掌一个站 在香港住这个老人园 就签多一个月 可是她只有一张厂 什么都没有 这边多一点多层 我就承受就是 就是走电视的服务 社区的位置和环境 让她一眼看重 于是由阿姨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北上阳楼 白鱼腿站跟白鱼腿饭 打包 好 如今她在木棉人家住了大半年 好 快了 周围的生活气息浓郁 服务更让阿姨满意 社区里面 也找到了一起玩的伙伴 她开始喜欢上这里 附近的社区卫生院 新开设了港式家庭医生陈室 这个也正常 因为我们欠压 有24小时的一个波动 那个不同的 作为木棉人家的住户 由阿姨每次就医 无需等待即可就诊 在这里看病 比在香港方便 一个就是人没那么多 加钱肯定便宜了 几天后就有一场演出 尤阿姨和她的伙伴们 即将登场亮相 新来的朋友 你好 我教一年级 语文数学那些 木棉人家开业没多久 陆陆续续有新长者们入住 尤阿姨也不断认识 天南海北的新朋友 光晚曲曲 我也要出发 拉拉拉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拉拉就算了 我就说了 不会歌词了 就… 拉 红若的表演难度太高 大家决定降低难度 那女生酸 今晚应舍弃 我愿能 你一生永远陪伴你 从香港積身来到内地 尤雅伊漸漸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入住养老社区的半年里面 尤雅伊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 长久以来 深迫在她心中对祖国的热爱 也令她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看到人家在对自己的国家的那个 流得很奇怪 就说 我的国家在哪里 人家有 就说从这个开始 然后一直留意 就是基因嘛 是对 与祖国相近 与家人相聚 牵挂 基伴 温暖 依靠 自在 安心 这个是一栋栋舒适明亮的佛指 也是一个很温暖有爱的港湾 月志愿 家常在 中国太平 欢迎长者们 回家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